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斗罗大陆目前正在活热播出中 目前的剧情已经发展临近魂师大赛晋级赛了 史莱克学院成功晋级,备受瞩目 相信关注这部动漫的人大概都熟知 女主小五甜美可爱,但她并非是一般的凡人 而是由魂兽重修成人形 小五的魂兽真身,唐三也是知晓的,但并非揭穿 并一直将她视作最珍视人对待 但在晋级赛期间遇到很多实力强大的人物 小五实力也不断增强,相比之前更受关注 但即便是风浩哥罗的强者 也很难一眼识出小五的是魂兽的真相 因为有唐三给了仙草相似断肠红帮助 曾帮小五掩盖魂兽真身 但在史莱克学院圈员刚进入晋级比赛场地的时候 小五的魂兽真身在途中突然被看穿 当时他们刚进入均匀看到天斗房将其示团 猎捕了一头魂兽 这头魂兽被关在车上的囚笼中正在沉睡 当他路过小五身边时突然醒来 冲着小五张开血盆大口呼唤 已经认出小五是他的同类 唐三也遇到了这一幕 但他还是非常淡定觉得没关系 毕竟这头魂兽不能言语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